这里好像可以露营啊 给那油罐车先走 太吓人了 其实真正花香 博珊湖 进去瞅拢 找一地方挨炎扎袋吃饭 不喜欢在外面吃饭 因为习惯了 我自己做的好吃 20元买了一张门票 房车可以开进去 哎呀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比较比较 FM91.3郑州音乐台 把小花给放出来 花 随便玩 随便玩 都花 你们去山上看看 去山上看看 那上面能不能住车 我喜欢住山上 这个景区好像那个不在营业了 应该是这个样子 里面有条船有人在那钓鱼 哦 这车可以从这下去 开到船这个地方就 小花过来 小花开心 你看 狗开心就是这个样子 跑得可快 跑得可快 走 我们去爬山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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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一点 这里面 这里面好像比外面好 走到头看是什么 这边是一个大湖 很大 很漂亮 好安静 一点声音都没有 就鸟叫 还有小花羽绒服 都有声音 我打算把车停在这个位置 哎 反正这里到处都能停车 直接把房车开到 开到这里来 好大的一个水库 好大好大 还有很多小岛 回去开车咯 车就 炸在这 手机还有信号 还可以看电视 花 花 这就是小花花开心的表现 我跑 我跑 他就跟着我跑 进来之后又是另外一个世界 我再选择 今天的露营地 是这里呢 还是树林里 真的很适合房车来生活 又安静 有水 有山 有树 这里还是秋天 因为你可以看见绿色的树 虽然落叶掉了一滴 气温还行 零上十来度 七八度 就这儿吧 花朵在这儿就开心了 漫山遍野的跑 鱼多吗 这是一个水库 还真好 多美的一幅画卷 你看 孤舟 不能说了 小花 跑得好快 这只马实在 跑步还有声音 花上车 我们去山里住 上 慢点 慢点 还得睡呀 我们一起上山 附近的朋友 开房车的 可以到这里来露营 太棒了 这个地方 清静 没人来 这是村里的景区 我觉得 就好偏好偏的地方 两条路 一条望左 一条望右 右边是去河边的 左边是去森林里的 我们还是去河边晚上 挺好车了 看这 哇塞 推门就看到 对吧 退入窗户 那个老朱啊 那个长总啊 给你们个坐标啊 这里叫 驻马店市 雀山县 博山湖风景区啊 来来来 一起来聚聚 三天之内 我都在这儿啊 其实这样的生活 是我喜欢的 以后 我给自己的定位 就是 就这个标准了 安静的地方 没人的地方 要去荒山业的 都下来 花 苗 都下来了 花 苗 苗小姐 走吧 下车呗 还怕你窝里呢 我们下车好不好 苗 苗 大懒猫 以后长大 我看你怎么往里面钻 它离不开我 这个猫就是一定要 一定要那个跟着我 它害怕 先把它送到房子里去 去吧 回家了苗 我去打腿啊 别动啊 这个腿啊 不能拿那个电动扳手打会打坏的 因为它的那个螺纹什么的不适合那个做的 这就是一个手摇的 电动呢 太贵 但是啊 假设不差钱的话 还是没有问题 电动的也挺好 今天天气暖和 把窗窗户打开 吹风 这衣服都脱了 越南下越暖和 就不冷了 就不冷了 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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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回来了 来 来 上车吧 玩好了吧 小花又玩了一个小时 快快快快回来 快回来 快回来 你呀就像一个小朋友 给那个家长 还打一顿好两天 快快 上车 回来 今天小花花同学玩嗨了 东西摆一摆 准备做午餐 换了花 换了向日葵 因为它和那个草来比的话 它会让人的心情更好一点 因为它它有颜色 以后我就要这样 洗 去 哎哎咪咪 冰箱里太乱了 收拾一下 今天中午吃炸酱面 对 中午来一顿炸酱面 美味炸酱面 我们温馨的家 我们温馨的家又布置好了 多温馨啊 小花花的这个动作就是 下来那是吃饭的桌子 快下来 下来 下来去你那边做的 小花 一个人吃着碗还把着窝 天气预报说明天出太阳 后天下雨 那么我就什么景色都看见 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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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 才使用 散发 涂